十四号忙活他忙活了很长时间 然后您自己的状态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 我是第二天晚上开始要反应 大概晚上七八成回去吃完饭 就感觉肌肉都酸痛 晚上就开始发热了 三十九度 早上我大概七点半到医院的 然后当时还没上班 我就到CT室去做了个CT 一做CT上面就有个阴影 我说这完了 然后马上又去查了个血 血里面淋巴也低 白细胞也低 基本上当时能够做的检查 基本上就这些了 基本上都复合 您住到医院当时怎么治疗 当时还没有其他药 当时是建议奥斯塔尾 奥斯塔尾是吃流感的 其实现在这边奥斯塔尾可能没效 对不对 当时你身体的症状是什么呀 除了发烧 就是一个发烧 然后肌肉酸痛 胸背痛 我们大多是经验上认为 病毒性肺炎如果熬过两周左右 大多是回头 这都死了十几天 怎么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心里开始有点焦虑了 那焦虑能怎么办呢 焦虑只能自己闷在头 自己想想有什么其他好着 当时我转变的时候 应该是第四版的纸栏出来 其实一到四版的药 我基本上都用了 都用了它也没见好 那么有恶化吗 阴影先一小片 后来几小片 还几小片变成融合 融合以后再看了十遍 一会儿感觉看了一会儿重 你担心不担心啊 其实到真正担心是到呼吸 有些困难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喘息 有些呼吸困难的时候 我就觉得如果再恶化下去 我可能就要面临了 插管的境地了 那时候您还有主意吗 我有主意啊 他们有时候还串我 你不要太固执了 这个要伤要伤 治你这个患者太难了 是这样 治我这种病人太难 但是也很简单 我的一重信号 我盯下来是 我摆不摆得服从 然后有些事 可能他没叫我做的 我也会去做 你像一般都是插管的人 自己去做抚慰通气 抚慰通气要啪的通气 我已经很闷了 我还要趴过来 为什么 我们那个肺石变都在靠背 背部这边 我们叫背段下跃 那些石变的地方 你要把那些东西 水分以及谈液什么排出来 那趴的时候 他跟人家出来 中理作用 那么这时候你趴到呼吸 他会有助于背部的 隔壁面好转 从理论上来说是有好转 但是从你的感受上来说 感受肯定不舒服 你正常人趴到睡觉 他就不舒服 对不对 何况我当时呼吸也不是太好 闷的 有多难受 其实就是你会更闷一些 然后睡时间上脖子也不舒服 头也不舒服 痛啊 老得那么待着 是 尽量长 我们一般来说抚慰通气 一般会做到12个16个小时以上 我做不了那么长时间 但是我一般只要不打针 不这个的时候 我会做个两三个钟头 就在天天都是这样吗 大多数时候只要有时间 那这14天你基本上是健康了 基本上是健康 是有一个恢复状态 因为出院只是出院标准 并不是说你就好了 其实我出院上 肺上还有大片的阴影呢 那还能逆转吗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漫长的过程 我肝功能也是不好的 那就回来慢慢吃药吧 那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的体力 和你的身体的能力 体力是逐渐恢复的过程 在那儿基本上是不闷 然后不闷开始 后来慢慢可以自己洗床了 可以刷个牙洗个脸 这些东西 再后来回这边 就开始自己慢慢试着 做一些肺功能锻炼这些东西 当自己也做过患者 尤其是被这个病击倒的患者 同时也是在治疗这个疾病的医生来说 你两个角色都彻底地都经历过了 站在病人角度 其实我觉得自己感受不较深的是吧 第一个你要有信念 你觉得这个事我肯定能扛过来 对不对 你如果说自己都觉得自己扛不过来 那你就先缴械了 你缴械了 实际上人的状态不好 或者说人没有信心 他的免疫力也是会下降的 那他跟疾病斗争的 我刚才说很多时候医生做的事 帮助你维持各方面的 有些东西他还是要靠你的免疫力去消灭病毒的 自己给自己信心 那你必须要有信心才能战胜这个 第二要信任 你要信任你的出生医生 信任你的医生 医生肯定是希望你好 于公于私都希望你好 训练 信任 第三个是配合 我在这个医院住院的时候 旁边睡的一个比我还年轻一点的 当时他比我重点 他用的是无畅灰心 面罩似的 遭到的东西他觉得闷的 你像我们正常人戴个口罩你觉得闷吧 但是这个口罩还不停地往里面牙气提 你就会觉得闷 那闷 那你这时候是治病的时候 你闷你也要扛住 对不对 你不扛住你脱掉它 你是舒服了 但是对你的病不好 你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 你的心肺都可能都不好 对不对 它的耐受性就差一些 他一个不舒服他就把它摘下来 最后搞了两三天觉得无畅的呼吸不行 就给他查了管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他那时候能够扛一下 能够用无畅的事情解决了 他不到查管哪一步 可能他的结果会走我这条路 结果他走在另一条路上 所以你如果说你住院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大家都去住院去了 大家都带随便带着去 他肯定是个不舒服的状态 您能理解病人的处境吗 就是经过了这一遭之后 能够理解 确实病人也是不容易 特别难受 对不对 他有时候可能 如果懂 就是 理性一点或者这个的 他可能悶深地扛着 对不对 悶深地自己难受悶深地扛着 但是如果不是那么理性的 或者他就会 可能会焦躁 可能会发脾气 可能会 有些不太友好的动作 我之所以问您这个问题 是因为更多的可能是站在医生的角度 去看待病人 现在您自己当过一回病人了 那这个经历会对以后 您更好的做医生 有没有什么帮助 这个肯定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 其实我能够理解这个方面 其实有时要换个思考 你想想你是医生是什么家 你会怎么办 你想想你如果是个病人 或者你是病人家属 你会怎么样 能够相互换的换位思考一下 其实有很多矛盾 有很多问题 更容易解决一些 所以这一次虽然遭了很多难 但是收获还是有的 肯定是 你对自己的身体的恢复 我是指更好的恢复 有信心吗 肯定有信心的 有信心 我原先跑半马 我将来还要跑半马 对不对 来看看真确能不能跑个全马 加油 我觉得没有问题 慢慢来